破案了,亚洲杯取消真相曝光,亚洲联要求野蛮,巨额投资和打水漂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思,那么究竟呢,有一个消息应该让我们很多国族的球迷呢,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就是原本定于2023年呢,在中国这边举办的亚洲杯的话 那么目前呢,根据亚洲联的一个正式宣布呢,将会取消这次在中国的一个举办权 那么之后到底这一次的一个赛事要在哪一个国家的城市来举行的话 后面呢,估计等到他们这边呢,具体选丁之后呢,再行公布 当然其实目前呢,看对于我们来说呢,具体下一站到哪里去举行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 很多人呢,可能非常的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在复苏了很多努力之后 亚洲联却突然取消了我们国家的一个举办权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此前我们国族在世纪赛当中取得的成绩太过会糟糕吗 还是这一次说到底亚洲联这边有一些其他的理由,那么最终的取消了我们的举办权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根据亚洲联这边最新给出的一个声明来看呢 我们才最终了解到这个真相 只是呢,从目前来看来这个真相对于我们来说呢 同样是非常无理,非常难以接受的 目前在这一次亚洲联的官方声明当中呢,他们是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呢,我们呢,这一次这个主委会呢 难以在当前对于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啊 去办赛做出一个承诺和安排 意思就是说呢,目前亚洲联呢,是要求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个啊 亚洲杯的主委会呢,针对明年的一个比赛的话 是以一个完全开放的模式 什么叫完全开放的模式呢,就是不管在疫情防控 还是对于一些外国球员那些运动员的管理方面呢 都能够按照国外的一些情况来 就是呢,可能呢,在疫情方面的话就会非常的散漫 非常的这个没有人去管控 那么加一来呢,可能是符合他们的要求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不可能接受的安排 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其实不仅全世界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都比较严峻 那么我们中国之所以那么做的那么好呢 其实就是在防控这一块做的非常合理 而且呢,做的是非常的妥善 所以最终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国人呢 这么好的一些健康 但是如果说按照亚洲联呢,在明年啊 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啊,野蛮的要求的话 我们这一次呢,肯定会在这一次啊 因为这个管控不好的话 会导致出现很多的麻烦 甚至呢,会导致很多的一些外国运动员呢 到我们这里之后的话,他们本身的这个身体健康呢 也会受到威胁 这一点呢,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我们的主委会 还是说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呢 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最终的话,我们看到了我们主委会也是拒绝了这个亚洲联的一个这样的安排 所以最终呢,才会被取消了这一次的举办权 所以我们回顾整个事件来看的话 就感觉说呢,其实啊,我觉得问题呢,完全不在我们这边 就是因为亚洲联呢,他们提出这个看似合理 实际上是非常隐瞒的一个要求呢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去配合 他们才最终呢,取消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这一次的话 确实是亚洲联他们的一些问题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啊 这个亚洲被取消了我们的举办权之后的话 实际上对我们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为了去迎接明年的这个亚洲被呢 我们国家就有很多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像北京上海啊,等等地方的话 也是花了很多的一些投资呢 去完善了相关的一些比赛设施 但随着这一次的举办权彻底取消之后的话 这一次他们投入的那些费用呢 可能就会彻底打选票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的损失还是蛮大的 但是既然说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呢 我们其实强调再多也没有用 我们还是希望之后呢,我们自己能够尽一口气 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如果说实力更加强大呢 我们就能够完全把这个主动权握在手上 也不用再管这个亚洲联他们去说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接下来还是得自强 我们国足呢,还是应该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要在国在世界面前呢抬得起头 这样一来呢,我们在将来的话 可能才会有更多的一些在足球上的话语权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